欢迎回到台湾大论坛 为什么洪志昆的豪宅案 检方拖了569天却不敢办 张伟员这个传闻在地方上 应该跟刚才的温泉员相去不远 也蛮多的 我们昨天讨论这个话题 call in进来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 对于这件事情的资讯的补充 也很详尽 我想这个案子 不是市政府主动移送检调的 是在高雄市议会 由市议员林国正议员 在议会咨询要求提出说有这个问题 他的购买豪宅是不是设计不法 还有他的驾驶 这个李嘉玲先生有没有疑似前科 那这份就是后来高雄市政府 答复林国正市议员的函 告诉他说我已经遵照贵议员 你的咨询要求把这个案子 移给检调去做调查 然后市政府同时呢 也把他们调查了一些资料 一并去移送给检调去做调查 那么我的了解应该是有在做一些调查 只是这个案子目前 已经569天了还没找过我们自吻 对 所以我的了解是这样子 可能目前有几个状况 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特殊是什么 因为他购买豪宅的钱资金的流向 还有买卖的契约 真实的价格等等这些东西 目前可能很难查得清楚 怎么可能569天查不清楚 因为他没有提供出来 报告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因为昨天的一周刊做了非常详尽的报导 而相关的资料就是郑峰处的报导 就是内容报告 内容包括他买第一间房子是多少钱 第二间房子是多少钱 第三间房子是多少钱 那这些钱是不是他能够负担的 包括他的收入 他太太的收入 郑峰夸豪报告都有 所以写有包括买的房子的价格 第一次他卖了多少钱出去 哪一年几月卖的出去 有 但是现在你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是什么 我讲的是说你第一次买的时候 你是多少钱的买卖契约有没有 然后你的资金的流向有没有 这一些东西 我们以前在节目被点夹乱告 检察官从来没有569天不传唤我们的 总是要找他来问一问吧 这种案子真是很离谱 真的表示漫不经心 谁漫不经心 检察官 检察官 但是你说不敢办我是不相信 有可能有人情的关系 要叫他们拖着干什么 有可能 但是区区的洪志坤 什么了不起的事还不敢办 市长办公室主任 是 包括市长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检察长换几个 这个检察长不敢办 那个检察长也不敢办 你控制了 所有检察被你控制了吗 现在检察 法务部长是郑永乎 郑永乎是难来绿的 当然是难的 我也同意 市长办公室主任 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的助理是院长办公室的主任 对不对 相信之下 那你的助理有买山洞豪宅吗 当然不会 那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关键在买第一间跟第二间的时候 建商有没有办法办送 还有买第三间的时候 那700多万的头期款 那个钱的资金的流向的来源 是不是合理正当 那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有在办 但是办出来一个 就是说没有办法很明确 但是好像又又不是 有在办 569天没有约谈过洪志坤 这叫有在办吗 重点是没有约谈啊 没有约谈啊 我觉得啦 我觉得到底有没有约谈过洪志坤先生 没有洪志坤自己说他没有 我都不认为了 我不可能 我觉得啦 这个案子第一个 刚刚大老觉得 我觉得他讲的很对了 你说这个案子没有在动 当然会有在动 绝对会有在动的 不可能没有动的 但是为什么动到566天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这当然是我们质疑的地方 不是我们质疑的是没有行动 他是569天都没有约谈洪志坤 这是洪志坤自己说的 他说这个案子在2009年4月15日 移送检调之后 他们也都没来问我啊 表示说他们也觉得 这事情应该没有什么事啊 所以连问都没有来问我 他是以此来告诉大家说 《一周刊》的报导是一个爆料 是一个乌龙爆料 如果说是市政府移送到检调 那检调对于资金流向 没有问过洪志坤本人的话 没有他自己说的啊 拖了569天 那这个就是离谱 这是不仅是离谱 而且是不太可能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 当然今天你说洪志坤先讲说 没有预览过他是 这里没有预览过他 你也不能说他 他讲的是对的 但是我说如果发生这个情况的话 而且是在议会里面议员 直接指扣 要求市政府主动移送 移送出去之后 检调收来就存餐 放在那边 然后对当事人也不做调查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怎么能建立过司法的公信呢 所以这一点我想 我一定会在下周 高雄地检署要出来讲一讲 为什么这个案子 割了569天都没动啊 像这种案件 资金的来源 我认为说当然最后 请贼要请王 这个王 一般办案件都是放在最后 前面的金流先把它清查完毕以后 还有相关的建商约台 你怎么知道没有约建商呢 所以前面别人已经约了 对慢慢约 约完以后呢 这些东西约完以后 证据都抠死以后最后就叫你来 叫你来以后 要收押就收押了啦 不然就是 就结案了嘛 不然就是没事 因为不可能约谈他好几次 不可能从他嘴巴里面套得出来 说我的钱承认或怎么样 一定是其他的证人都咬死了 你来你就过来 你讲的很有道理 请金入瓮了 很有道理 但是你要结案 不管你起诉不起诉 最后总要问洪志坤嘛 你拖了500多天 都还没问他 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到结案 就像我刚刚说的清查这些金流 可能很复杂 是不是有延荡到 譬如说某些舰商倒了 人不见了 不可能 那个都还在 那个舰商都还在 不是不是 证捧处 一个证捧处没有调查权了 都能查出来多少钱 什么时候跟谁买 你检调单位有调查权 不会跟着证捧处这个 调查报告区案图所记 就好了吗 会去搞吗 漫不经心 马兄 这种建商也好 中间的关系人 都是高雄 有头有领的地方 那倒了吗 不是倒不可能 那怎么样 都是动药人物 就龙大公司 龙大公司 但是为什么拖了569天 我觉得这案子不难查 绝对不难查 因为这案子是在 在所有的案子里面 我想 又是一个简单的案子 太简单了 对 那我觉得 他确实要从建商 有没有买卖 资金怎么来的 包括银行的贷款 我觉得都要去查 可是这些东西拖了569天 我觉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监察院要调查 到底有没有废齿职务 监察官废齿职务 对 监察院必须要调查了 太离谱了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话题 是最近在高雄选战当中 打得非常热的叫做宿租 宿租是不是不见 宿租就是兽跟租 这个杨秋千金员总部呢 开了个记者会指控 陈菊呢 要高雄的房仲业者 把这个售跟租的这些砍棒 通通收起来 以免影响市容的观瞻 或者是影响选举 那今天他们拿出来了一份 高雄市的不动产 仲介经济商同业工会 发给会员的公文 这公文内容当中写到 就是这个仲介工会呢 建议所有的会员 要立刻猜测 非法的看板战务悬挂 待选举结束之后呢 李市长还会再去跟市政府协调 有结果再通知大家可以挂了 那另外呢 这个本会希望会员们 不要去跟公务局 或是环保局正面冲突 而沦为当前选举的 政争工具 要多体谅工会的提醒跟用心 为什么不要跟公务局 跟环保局去发生冲突呢 因为公务局跟环保局 通知这个仲介工会说 要去把这个寿跟租的招牌 太大了 通通都要拆掉 以免在选举期间影响观瞻 那选举期间为什么寿跟租 会影响观瞻 因为在高雄好像有个笑话 说现在宿租都不见了 就是寿跟租很多啦 满街都是 那这个黄道顺经营总部 今天也公布了一些照片 就是拆除前跟拆除后 像这边有一个售租的 像这么大小的就要把它拆掉 现在的 现在的外观是这样 那这边有个很大的这个租 这么大当然也不能存在 也要把它拆掉 所以现在看起来 市容上面售跟租都变少了 那这件事情 今天杨秋新竞选总部呢 把公文拿出来指控说 市政府做了一个这么 在选举期间 避免妨碍选情的动作 那陈菊竞选总部也发了一个新闻稿 他说呢 其实现在高雄的景气是非常好的 绝对没有寿跟租太多的问题 所以寿租不在高雄 叫大家不要说谎 他说呢 寿租明明就不在高雄市 要讲几遍才会懂 还是刻意说谎话 要讲几遍才会懂 寿租到底有没有在高雄 陈菊竞选总部用的几项数据是告诉大家说 他从昨天一整天的新闻当中 就知道售租不会在高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他说高雄港最近的这个 邮轮造访次数创新高 一艘这个海洋神话号 消费金额破千万 那另外世界面包冠军吴宝春开店了 消费者趋之若鹜 门口排队要三小时 充分展现了高雄的消费力 那就连影剧新闻里头 女星大S的婆婆 中国大陆餐饮集团的 翘江南创办人张兰 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说 高雄会是他在台湾开店的 唯二选择之一 就台北之外要在高雄开 所以证明了高雄市一片荣景 那他还公布了几项数据 就说这个是这个 营建署所公告的数据说 高雄的渔屋率很低 这个渔屋率是第二名 就是仅次于台北市 渔屋率低代表 买屋者抢进高雄市 所以现在买房子的人有抢进高雄市吗 陈菊阵营认为有 那再来是空屋率也很低 那空屋率很低代表说 高雄市的房屋使用率非常的高 那第三个指标呢 他是说高雄的脱售量变得很少 表示说高雄的房屋现在很抢手 那陈菊靳远总部所描述的高雄的房地产市场 张庆耀伟怎么看 我觉得昨天陈菊阵营公布这个新闻稿 这个新闻稿我觉得不公布还好 公布之后一个大笑话 我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表示陈菊团队 对于整个高雄的经济毫无概念 他说高雄经济有龙井 用影视新闻大S可能的准岳母 翘江南山高雄要婆婆要投资开餐馆 来告诉大家说高雄市有龙井 这个如果跟去年郭台铭 要不要在高雄投资 两个相差何止千万里 第二个他讲的这个面包师傅 吴宝春先生开店 开店的那个豪宅 就是洪志坤购买的同一个建商 我也觉得是很有趣 免费提供的嘛 免费提供 而且这个吴宝春的面包店 听说今天陈菊市长也亲自跑去了 也跑去看了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个人来说了 这些都不能代表高雄的经济实力 跟高雄经济有没有龙井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昨天陈菊阵营公布的记者会 他说他引用内政部营建署的资料 说高雄市的余污率很低 这个资料我今天查证后发现 资料造假 资料造假 内政部营建署从来没有发布过 任何全台湾的余污率的资料 我要请问陈菊阵营 你这个资料既然说是从内政部营建署来的 营建署什么时候发布过这个资料 所以我今天特别我的办公室跟营建署联系后发现 营建署很明确的说从来没有发布这个资料 那要么就是营建署说谎要么就是陈菊阵营 明明没有这个余污率的资料他说谎 但是营建署提供了一个资料到今天为止 这份资料是营建署他们首度委托相关单位 就什么叫做余污率的定义是新建完成的房子 陈污第一次登记以后还没有出售或转移者叫做余污率 那这个资料里面这是今天营建署也没有邓氏对外公布 我今天拿到的这个资料所以在这资料之前 没有任何内政部营建署所公布的余污率资料 根据这份资料高雄市的余污率全台湾排名第三 排名第三啊他是排名第二啊 倒数第二他讲的是倒数第二 他表示说所以换句话说证明高雄的余污很多 全台湾排名第三的绝对不是陈菊阵营所说的 高雄市的房屋供不应求绝对不是 我相信我相信高雄市的建商都很清楚 这份昨天所公布的资料绝对不是事实 这个高雄市政府解读这些数字 包括余污率低啊抢进高雄啊 还有这个房屋使用率高啊 还有这个房屋非常抢手 这个跟大家一般所认知到的有一点点不同 不是我觉得高雄市政府这个解释 是很外行的外行 我认为今天这个问题 我先讲这个瘦猪啊不然来高雄啊 这个当然很生动啊 但是我是给小学生一个不好的示范 因为猪瘦喔 一个卷舌一个不卷舌啊 你知道吗 猪 猪出去那是不卷舌的 对不对啊瘦 还有那个瘦 瘦是卷舌的喔 对不对 猪呢 那那那那那 你确定你说的所有话里面 都会让小学生学到很标准的 卷舌不卷舌很重要啊 你不觉得吗 对不对 这个阿哥这个 很重要啊 所以当然是生动啦 但是问题是 今天高雄市政府举的那些例子 比如说余污率 典灯率 典灯率 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那个余污率 台北县不错 但是典灯率 台北县就很差 那用这个来表示 繁荣不繁荣 其实是可笑的 为什么 因为是有一个是分子 有一个是分母 台北县为什么典灯率那么低 就盖很多嘛 所以你看台北县难道不繁荣吗 台北县很繁荣 就是因为繁荣 所以建商才盖了很多房子 盖了很多房子 所以空污才很多 空污率高啦 你想要是空污率啦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 讨论的关键 我们讨论的关键是什么 是缩组有来的吗 那现在又回到 大型的 高雄很奇怪 我在台北很少看到 那么大型的一个租 很少喔 但是我没有注意到这种 因为小小的就租出去 就不用做那么大 那你也是没有用心的 我跟你讲 我每天上班 坐技能车 走南京东路 我都有在看 大部分都是红色的字 小小的就这样而已 租 贴贴贴贴 那我觉得台北市的景气 现在是好转 现在这红纸 其实是少了喔 但是如果有的话 那你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 社会学这困难就在这里 南京东路为什么租 会比别的条路多 你知道吗 因为捷运正在盖 你知道吗 捷运正在盖 生意不好做 大家退租以后 就没有人要租 所以捷运也要考虑进去 但是我讲这些干嘛 就说你只要看到外面贴的那一张 差不多这么大的红纸 就够了 就晓得寿租啊 有来不来 所以今天两边 牛头不对麻水 大家都同意高雄的景气不好 对不对 比如说看港口 纯没声进来 没声出去了 那就是景气不好 那你都没看他的新闻稿 不是等一下 我们高雄市的港口 在2000年的时候排名全世界 1999年是第三名 然后之后就一年掉一名 现在已经排到十几名去了 十三名去了 那高雄最主要的 其实我要讲 他靠港口基本上 已经越来越困难 所以高雄一定要发展观光业 那我跟刚才大家在说的东西无关了 你不讲受诸 因为我听不懂这样 受诸你听不懂 不是我是说我根本没有在看这个新闻这样 那我只讲一件事情 就是高雄市的选举只有一个因素 反对陈菊的力量 只要没有气饱 陈菊淹水 睡觉 泡温泉 有诉诸 没有诉诸 他的市运副执行长 是不是起诉 他的办公室主任 有没有贪污 他都会当选 如果反对陈菊的选票 没有集中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都叫做废话 那我回来 我不是要说你们说废话 他最后在选举里头没有他足够的意义 那我其实很诚心的想希望高雄可以发展 那我跟你说高雄要发展 其实我高雄要发展 就是最重要的 他要发展他的观光业 他讲张岚也好 讲武宝春也好 你要发展你的观光业 他最好就是 他是台湾的 其实很雅热带 非常热的一个地方 那只要到了冬天 现在每天做什么 今年冬天 为什么史上最冷 其实不会 但是像整个海南岛的三亚 为什么可以发展 我希望陈菊 撇开他自己 对于两岸问题的承见 他去做考察 为什么泰国的普及岛可以发展 尤其是三亚岛 怎么样从一个不毛之地 发展到今天全中国GDP最高 还赢过天津 No.1今年上半年 为什么 这个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是中国唯一的必属胜地 所以如果陈菊 他自己有一个宏观的眼光 他连任了 或是未来的任何一个当选的市长 他把高雄市 他知道他要开到北海道 开到整个韩国冷的地方 开到中国的东北 然后让他们可以到这个地方来避暑的话 那高雄会有非常好的经济 那他现在来讲这些事情 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 因为高雄港已经轮到全世界第13名 那高雄的观光呢 他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成长 那如果要有很明显的成长 其实高雄非常容易 只要陈菊丢掉 他在很多两岸的城建 他学习现在假装沉默的蔡英文跟苏贞昌 不要学习三个月前的苏贞昌跟蔡英文 学习现在的苏贞昌跟蔡英文 对于EPFA 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我都好 只要执行对老百姓有的我都好 他如果学习现在的蔡英文 学习现在的苏贞昌 而且把他当成一个未来真正的执政路线 那高雄的经济 就不需要他用这些假数字 他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好 高雄的观光也会不得了 我说的是实话 好 我们就废话少说结束这个议题的行进广告